我今天煮一个简单又好吃的菜式 我们有露笋 这是我们今天做的露笋 它是尖尖所以特别好吃, 特别爽脆 我们还有些配料 例如有茴香菜, 甘筍, 还有矮瓜 最特别的我们还有这个 我开一个锅 然后特别的就是我们有这个 虾米和干瑶柱做搭配 我先让那个 甘筍爆炒和我们的虾米和干瑶柱 我们的虾米和干瑶柱 非常香味 我们就爆炒完锅 我们要拿起虾米和干瑶柱 因为它是不能在锅里太久 我们就拿回香菜下去再炒 好, 还有姜蓉和蒜蓉 还有矮瓜, 切成小小粒 因为它是比较吸油 如果用大粒, 我们很久都煮不熟 所以要小粒 还有我们的红葱头 红葱, 红葱, 红葱 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要放些粥和筍尖 是切成片的 我们就要加一些酱油 即是我们的柱喉酱 它配到这个菜是非常好味的 就是我们的葱 在这个时间, 我就放三分一的虾米和干瑶柱 一起煮 当然我们要炆一炆, 让它入味 烤它两分钟 好, 大滚, 大滚之后 我们就要搅拌它 那我们就要埋一个芡 埋一个很薄很薄的芡 让它有滑滑的口感 我们就要搅拌它 在我们的碟里 我们就要搅拌它 在我们的碟里 我们就要搅拌它 在我们的碟里 我们就要做一个程序 虾米 炒 筍尖片 所以我最后才放些虾米和干瑶柱 我们就要搅拌它 在我们的碟里 现在我们要搅拌它 这个时间 我们要搅拌一个比较多的芡 看看它多漂亮 我们要搅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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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它 搅拌它 在表面上 使得我们这个餐更加完美 我们这个餐非常好的配搭 因为我们有竹笋尖 和我们这个 还有我们的虾米 多谢您收睇 下次见